大家好 从黄埔军校旧址出发 经过了广东福建 昨天到了福州 继续地往浙江境内前进 经过了二十几天 徒步的见者 水泡也起了三次 身心上面是有些疲惫 但是很感谢 一路上照顾我的朋友 尤其是这几天来 有上万名的网友 在网上给我的支持与鼓励 我会继续努力走下去 也希望所有广大的网友们 还有黄埔同学 我所有的朋友 持续地给我支持和鼓励 我一定会努力地继续走下去 希望能在7月7号 卢国桥事变80周年7月日之前 赶到北京晚平城下 完成北伐之旅 现在我要离开福州 这个浅江江江板出发了 好